今年中央收聽水新部的期間是到5月10日 儘管說新部方式的財政部來可能依化補水 當時也將手機補水公寧來進化 但後歲叫的新部整個地方有很多民眾 慣性用傳統方式來補水 南區後歲叫的南風叫表示 人整新部要排隊 還要來單台叫合會融為很多時間 因此民眾利用手機補水是比較生時便利的方式 今年它又在升級 除了可以徵修以外 而且還可以今年用現金繳納就用手機報稅 那如果因為疫情影響 那你要申請分尺或延期繳納 今年都有新增這個功能 而且今年還有一個示範 就是你的附件也可以上傳 去今年民眾手機補水還是網路依化補水 還可以參加大廚補水的提供活動 在嘉義報稅好禮大放送 那今年的獎項一共有 最大的獎項現金20萬 那有465萬元 所以希望大家都在家裡報稅 不是在國稅 在國稅裡外的地方利用手機平板 還有電腦用網路申報 或者在家用稅額試算的確認 就可以參加抽獎 在今年秋季補水公寧有增加到現金繳稅 到上團附近還有新清潔 安藤或是分級繳稅 另外包括到靠圖鴨 和不用稅鴨 還有基本生活費電腦有貼管 所以說補水還可以讓鄉修 但不需要收幸福 南天新聞 以為我們是在各樣的獎項 但是我們可以去看看 我們在這些獎項 渡眠了 玩耍了